兜兰童话故事 田螺姑娘 村庄里有一个单身汉,年纪三十多了,还没娶上媳妇,她勤恳能干,每天都辛勤劳坐在田间。 有一天,她下田时,无意中拾到一个大田螺,她高兴地带回家,养在自家的水缸里。 时间过得可真快,庄严已过去三年。 有一天,单身汉从田里干完活儿回家,发现桌子上摆满了热气腾腾的饭菜。 单身汉左看右瞧,又不见有人,她肚子饿极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桌就吃了起来。 她边吃边想,哎,有谁会给她煮这么好吃的一桌饭菜呢? 此后,她连续几天干活儿回来,都同样是满桌的好饭菜。 于是,她想,此时一定是邻居李大嫂帮的忙。 今天啊,我要好好去感谢人家。 于是,她问了邻居李大嫂。 大嫂说,哎,没有啊,我听到你厨房有做饭炒菜声,我还以为是你提前回家来做饭呢。 单身汉感到奇怪,会有谁这样做呢? 她一定要弄个明白。 有一天,她像往常一样扛上劳动工具,出宫去了。 过一会儿,她又偷偷返回家来,躲进家门外,偷看个究竟。 快到中午时,水缸的盖子被慢慢掀开了,从水缸里走出一位像仙女般的姑娘。 接着,接着就很熟练地做起饭,炒起菜来,很快就摆满一桌饭菜。 饭菜做好之后,她又回到水缸里去了。 单身汉心想,今天该不会是我眼花看错了吧? 于是,她连续几天都偷偷躲在屋外看着,结果千真万确。 却是一位美丽的姑娘,每天在帮她做饭炒菜。 单身汉想,这么一位漂亮贤惠的姑娘,天天来帮忙给她煮饭。 诶,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一定要问个清楚。 又一天的中午,姑娘正在专心做饭时,单身汉突然闯了进去,一把将姑娘抓住,并将她锁进房间。 她急忙打开水缸盖子,诶,一看,省了眼,怎么那只田螺只剩下个空壳游荡在水中? 这水仙般的姑娘,难道是这只田螺变成的? 单身汉想出个聪明的办法来,她把空螺壳藏到后花园里去,再到房间把姑娘给放出来,问个清楚。 谁知那姑娘从房间出来,直往水缸里跑。 当她看见罗壳没了时,伤心地大哭了起来,她边哭,边给单身汉说出了自己经过的实情。 她说,她是个田螺精灵,因为单身汉救过她的命,又养了她三年,她是来报恩的。 单身汉听后,好感动,于是,她就与这位姑娘结了婚。 结婚后,他们还生下了一对儿女。 据说,他们夫妻一直很恩爱如初,日子越过越好。 不仅立 fake 说,我ЗЫ很 Oppur Uh 你忘 等一шей甚至 和白充太 他不仅 daran 老实话 部分是结婚的 我想那里不需要 你忘记一下